大家好 今天我来分享一下花菜的种植和防虫方法 很多人都喜欢营养丰富的青花菜 清脆甜嫩的松花菜 还有各色漂亮的彩色的花菜 我往年早春都是种很多莴笋 我们就是传统上没有种种花菜的经验 一开始春天试过在Home Depot买的青花菜的小苗 长得挺不错的 可是青虫好多啊 不光叶子上有花球里也会藏一窝 后来秋天自己遇了苗 市种了一下 那时候八九月天气非常热 虫子太多了 完全是难以控制 如果几天不去地里抓的话 那一半的那个叶子就会吃的 就是苗成光感了 我呢又不太愿意用杀虫剂 所以这个种植非常困难 去年春天呢 我又重新开始 终于有了防止虫害的方法 结果非常的成功 花菜的球每个都完美无缺 完全没有虫害 下面我就与大家分享 我从育苗到收获的全过程 花菜的品种啊 选择非常重要 早春种的话 如果想要接着种那个下菜的话 不能选生长期太长的 个人体会我们如果是在七区 Rong 7 70天以内的比较好 我市中的这种紫色的 因为街球太晚 后来有几颗 没等花球长大就拔掉了 在七区通常可以 3月下旬下地 在这之前的四到六个星期 可以开始月苗 也就是 二月中旬 我就是在 二月初 在室内育苗灯下开始的 后来发现 略微早了一点 可以适当推迟一点点 育苗灯我用的是这样的 LED灯板 挂在这种可移动的架子上 灯的功力比一般的灯管高 效果非常的好 小苗的生长也很快 可以免除了每天 搬进搬出的麻烦 几天后 小苗就全部出芽了 然后再过一周 第一片真叶就出来了 澳月底 就长出两片真叶了 大概也就是 20天左右吧 就长出两片真叶了 等到三月中 就有五六寸高了 到了3月15号 就可以下地了 下地以后长得很快 一转远到 4月初的话 有那种 菜粉蝶呢 就是会 下子 长那种 菜青虫的 那种 小蝴蝶就开始出现 这时候呢 就要赶快 我就把菜苗都盖上了防虫网 这个防虫网 就是我发现 非常的好 很耐用 也不容易撕破 我买的比较大 网盖上以后呢 四边非常的宽裕 可以用夹子 夹在菜床上 或者用砖头压好 边上呢 四边千万不能留有缝隙 因为虫子 是无孔不入的 这个是四月初的青花菜苗 这个是四月初的青花菜苗 这个是松花菜 还有这些是紫色的花菜苗 到四月中型的时候 青花菜就长得太高了 小拱棚呢 因为两边比较低 就装不下了 所以我就在两边加了杆子 把网撑高了 再过一个月 就到了五月中旬 那时候松花菜就长大了 那时候的那个花球 就是一天一个样 你每天去就能看出明显不同 这个时候 松花菜就可以 采收了 在这以后 青花菜的花球也 慢慢长出来了 紫色的那个品种 就是生长期太长了 出花很慢 这个品种就是以后会被我淘汰掉 花菜到六月初呢 我就全部收了 地理接下来呢 种上了 江豆 黄瓜 秋葵 甚至 红薯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花菜呢 那我们在种植树 早晨 二月大概中旬的时候可以开始育苗 育苗 育苗的时候 选品种 非常重要 一定要选生长期 一定要选生长期 不要太长的 比如在70天以内的 这样我们6月份 后续可以继续种下菜 还有就是在虫害到来之前 要及时用防虫网 遮盖岩石 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种出来的花菜呢 没有虫害